此人红军师长,枪杀政委讨国民党成可耻叛徒,但做了件事流芳千古。 杨玉春,别号柳青,1909年3月,出生于江西省瑞京县武阳乡一个地主家庭。 杨玉春早年入读于水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西省丽农专,一业一年,投入陆军第四军隋营学校,黄浦军校第三期毕业,他参加过南昌起义,进行过井冈山斗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才20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 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重要将领之一。 1933年,中央苏区王明掌权,内部斗争非常激烈,他提出的口号是从肉铁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极左的口号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执行著,虽然在短期内使扩红与筹款得到了发展,但也迅速激化了红军。 2033年,在同时,洋军中,白之间的矛盾。 2033年,杨玉春正在红军队伍中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江西干南的中央苏区掀起消灭地主运动,他家里父母书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 2033年,杨玉春觉得自己这样的家庭背景,深感自身难保,便枪杀政委高转林,盼投到了国民党。 2033年,当时搅供正起进的蒋介石大喜闺望,当即给他升官发财,任命他为南昌行营中将新参议,后任军事委员会招辅特派员公署参谋长,任第19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 被杨玉春杀害的政委高转林,江西岁川人,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优秀将领,1927年东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在红四军任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1年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 任青年部部长,1932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维剿斗争。 1933年6月,在福建上午被已经决议叛变投敌的师长杨玉春开枪杀害。 就在杨玉春投降国民党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7月26日,清华日军攻进了九江市区,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刚村宁次,后升任清华日军总司令,头号战犯,率部从被日寇占领的中国首都南京夙江而上,愁愁满志。 当时,他跳网住庐山,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庐山写生图。 他希望几天内就能登上庐山,一览目明已久的风光。 庐山,当时被称为国民党的下兜。 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来这里长驻,在山上召开11次重要军事会议,庐山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之一。 守卫庐山已经超越了他的军事意义,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于中国守军来说,守住庐山在某种程度上向争助捍卫中国的主权,而对于疯狂的日军,攻下庐山意味着取得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1938年7月,杨玉春被任命为守卫庐山总指挥,他率领两个团,共三千余人,在庐山各个路口,要到修筑宫市,修筑碉堡。 他用的是当年跟随毛泽东在的金刚山打游击的那一套作战方法用来守卫庐山。 庐山方圆三百里,登山主道共有九条,且地势显耀,30日,日军第一次向庐山发起进攻。 庐山守军还没来得及部署到位。 日军第一师团太久保连队的十多门也战炮就像土霸灵猛烈开火。炮击过后。 二百多名日军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进攻。保安三团的一千名官兵们进入阵地。 但日军离阵地只有一百米时。 国军所有枪炮一起开火,日军无处可躲,留下城牌的尸体撤下山坡。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里,是杨玉春组织了一支派赶死队,主动下山偷袭日寇,赶死队员各个赤膊上身,摸黑潜入日军住处,摸到身上穿上衣的人就是一刀或枪刺。 这次突袭,共杀死日军三百余人,包括一名大佐,两名周佐,避敌二百余人,缴获战马数匹,枪支数十。 特别是曾因侵华而获日本天皇颁发的三级金智勋章的少将司令范总国武郎也被击毙在东谷山道上,大大的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 进攻失利与受到国军不断骚扰,更重要的是损兵折将,让港村宁刺震怒不已。 他调集重兵,增加了攻山的烈度,加强了空中打击。 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使庐山的守军与民众只得到山洞中躲藏。 港村宁刺抽掉了武汉前方的几个旅团。 从1939年2月初开始,日军明显地加大了攻势,从九条登山小到一轮接一轮地向上强攻。 国军士气高昂,死死地守住了阵地,组成赶死队,身绑守榴弹,炸药包,与冲上山的日军同归于尽。 杨玉春亲父前沿,与士兵们一起叛命搏杀。 整个庐山硝烟漫。血肉横飞,场面惨烈。 庐山两个团抗击强大日军的事迹传遍全国,时任江西警被司令部军政部长蒋经国竟冒住生命危险,亲自爬上庐山慰问守军。 这件事很快就见了报,港村大怒,加派了三个支队和一个师团,共二万余人,强攻庐山。 随住武汉会战的开始,庐山周边地区的相继沦陷,庐山已成孤岛,庐山守军成为孤军。 在日军重围之下,杨玉春和他的部队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胁。 庐山,时长云遮雾障,阴冷潮湿,与山下有时摄氏度的温差。 南巡县被日军占领,粮食无法得到补充,战士们几乎天天吃马铃薯和榨菜。 保安团上山时是夏天,一到冬天,棉服无法补起,下雪的时候,有的是兵还是短裤单一。 杨玉春通电全国,山中气候酷冷,各方经济断绝,衣食缺乏,各部官兵皆斥足单一,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昼夜雨滴周旋,加上南巡县被日军占领,粮食无法得到补充。 士兵们天天吃马铃薯和榨9月4日,日军炮空东谷山,万山寺等处,掩护步兵千人严得兴路进犯。 庐山守军与日军激寨一天,日军未能前进半步,反备歼200余人。 11月23日,日军通过九江特务机关找来三名汉奸到山上进行诱抢,他们带来信送给孤军将领杨玉春,提出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并许诺官兵加升三级,赏养百万元。 杨玉春把右翔书丝的粉碎,抱住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将那三名汉奸就地处决。 得到多助,孤军不孤。 后方人民得知守军在如此艰苦环境里抗日,给予大力支持和声援山下的老百姓,长头玉米粮,冒险送上山来,许多人因被敌人发现而惨遭杀害。 届时曾经几次致电脚免,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致电嘉奖,国民参政会,各省参议会,全国各人民团体也纷纷致电慰问,慰问信有三万多封。 两团官兵斗志极为旺盛,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是以血肉之躯包卫庐山。 然而,在1939年4月19日,日军用重金买通了山脚下的一个猎户,为钱可以卖祖宗的人渣,汉奸,从莲花封一条非常隐蔽的山悄悄地攀上了庐山,对杨玉春步的背后采取了突然袭击,冠军脆不及防,损兵折价。 剩余的官兵只能向山下突围。庐山保卫战就此结束。 女子目睹男友出轨房市全程。换各种体位。点击进入扫码查看。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杨玉春率部的庐山包卫战,历时九个多月,双方共进行战斗二百余次,杨玉春部队共两千名官兵战死,仅存一千余人。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此,民国日报特派战地记者孙嘉杰,冒住枪林弹雨,穿梭于各战场进行实地采访, 在民国日报发表了庐山关战记,保卫庐山的游击队等多篇文章,把庐山守军状况和战争进程向国民报道,大大激发全国人民抗日斗志。 特别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和社论,高度赞扬守军不怕困难,勇敢杀敌的牺牲精神,呼吁全国同胞迅速地设法给庐山守军以实际帮助。 杨玉春虽然是红军畅将,但他面对热扣英雄抗敌,依然使他流芳百事,载入史册。